在信荣金这个年代 没有审美能力是一种绝症啊 知识和学问救不了这句话呢 今天早上我的妹妹问了我爸爸一句话 她说舅舅 双结以后 我们的孩子艺术方面应该怎么弄呢 上他学美术体育音乐还是什么呢 我的孩子要不要从现在开始 去上外面的任何美术培训班呢 然后我的爸爸是这么回答他的 他说艺术素养 包括美术 书法音乐体育舞蹈还有德语等等 我们把它统称为美玉 孩子喜欢的项目可以多学一点 不喜欢的不能一点都不了解 总之谁都一样 不是学记忆 而是多看广泛接触 学会观察和思考 尤其是会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审美 学会对任何的事和人 比如说对家庭学校班级 发生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 不急啊 但是呢要经常不断的慢慢的去养成习惯 每天一到两个小题目 全家一起讨论 试试吧 关于艺术审美啊 不全是孩子的事 从老爸老妈开始 根据一些素材 好好的去准备和预习 然后有意识的给到一些营养 到最后给予总结和鼓励 多找一些适合孩子和自己的书 去补充内容 很难吗 滴水穿石 养成习惯就不难了 我爸是一个老教授 从小到大 他经常在家里给我和我妈补给艺术方面的知识 无论是带我们去看美术展 还是带我们去看音乐剧 或者是雕塑 或者是博物馆 他都会从美学的眼光去教我们品味一首诗 欣赏一幅画 或者是感受自然风景的时候 我们所能感知到的那种浓厚的趣味 这就是艺术审美 为什么说审美的能力对于孩子很重要呢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关于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或者说它是人体的个人素质 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能力 它能够让人找到一种心理危机和自我调整的一种自我治愈的能力 审美并不是培养每一个孩子都要成为专业的艺术家 也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个人素养 而是给孩子多了这样的一种机会 当他遇到一些坎坷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他有一种方式去放松心情和自我调整 他可以暂时的忘却悲伤和烦恼 他可以知道有那么多美的存在 可以去慰藉我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需要审美 这最基础的人生教育 如果作为家长 你一定要培养孩子的一种能力的话 那就是审美能力吧 欢迎关注我 我将从艺术的角度去解读职场 心理家庭和各类问题 提到一些自己的浅薄意见 欢迎各位大神和我多多交流 让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谢谢